你在网上看中了一件自己特别想买的商品 但是卡上余额不足 你会 A 使用信用卡或者采用分期付款 也就是透支嘛 对吧 B 找关系好的人借钱 C 暂时不买先攒钱 D 放弃购买 我会放弃购买 我从小就是这样的人 买不起就不要 对 我是这样的 其实姐夫为我改变挺多的 他年轻的时候其实是跟一个老季一样的人 就是他是一个潮男 为什么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也欠别人钱呢 那时候他就是严重的会选A的这种人 就是永远都是去透支 然后去追求自己想要的那些东西 他那时候最喜欢买鞋 我那时候人家介绍我认识我去他 他带位那个办公桌底下全是鞋盒 他那时候想跟我谈恋爱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接受不了这样的消费观 我们家庭条件都一般 然后我们要是在一起真的谈恋爱过日子了 我是需要有安全感和真二八斤的过日子 那种家庭关系的 反正他听完之后对我大为欣赏 就是那种觉得我跟别人太不一样了 因为他以前交的女朋友都是跟他一起花 太震撼了这样的观念什么的 是一个值得娶回家的媳妇 对对对对对 说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的人生 虽然快三十岁了 从来没有这么深入的思考过问题 当然他当时还不是说他 他娶了一个特别会辩论的变手 变手 对他影响挺大的 后来也是因为我们有了孩子 其实姐夫改变挺大的 这后来真的不买东西 就是就想省下每一分钱都花在孩子身上 他其实为婚姻也做过很多的改变的 他也在慢慢地改变自己的个性 去适应这个家庭 确实也有妥协的部分 那时候还是感觉对我很好的 谢谢大家